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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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祝 système 布枸皰 Davis,並且感га中下 魔導綿爬地磄 傳臺雞秦,傳臺雞秦 ��겠습니다. 緝衝 我開來煙波浩 後一頂到苗藏口氣 頂頂搖禮麵麵麵 駕駭是頂頂禮麵麵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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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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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若是熟悉北京教会 我们在中心支持您的教会和您的牧师 若是熟悉基督教认系统 我们在中心的风险十分之一 最上帝首席主帮恩典的好关系 柯仁陀佛教书 帝教书 有这样说 最正的最受 最正的最受 这位是真实的 每个人就是本身所决定的 无法做难 无法面向 因为冠军乐意的 是上帝所喜爱的 上帝会将各款的云点 做多的结合您 让您完成 最上冲足 会将将各款的线索 这是我们来接到奉献 来敬拜我们的上帝 我们来参加基督 是要祝您 永远感谢 和永远赢路你的命 因为我们在空夜的时尽 在做我们的分条 在做我们的下条 当分条平致 您就知道 您就效益 当分条 往前走的时尽 您就知道 主要带您到 应用的所在去 感谢 求主 保守您的任务 保守您的悲心 现在 现在 现在在自卫三角基督的时尽 感谢 也求您 感谢 因为主的云点 无停止 求主 越线索 感恩的心 求主 越线索 感恩的借 观主 地卡基 多命 点应要 当时 求您 因为我们也没收紧的路程 管主 地特别保守 教育您 让我们所有人 辛苦 得到保护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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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健康 求主 地面 因为近立 这个社区 国债 地瓜边 共团 求主 任兵 不好的人 让他们 得到学习 求主 照顾 地 甘南中的兄弟自卑 让他们 知道 虽然 七点 任高军 虽然 无 干 苦 总是 混条 迁条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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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 驾摆 黄 天 凶 凶 凶 冠 伍 地 格 以 世来 国外 教主 野 所 基 毒 因为他只要他 发为我们的罪来死 因为这样只要他 只有他是我们的救助 因为只有他死掉 对死人中间还挂起来 因为他就是堕落 他就是真理 他就是生命 感谢主 将堕落生命 跟真理隆相守给我们 求主给我们每日我对 每日我苦主 每日有机会 有人做基督耶稣的见证 帮战君丁销 将基督听世间人的福音共团 求主照顾你的正教会 和你的生大所团出的信息 是圣经的威武 无嫁或无嫌 教主的心意 团港真理 求听见的人 会认证 这个不是人的生性 是圣经的威武 是圣经主的好条 让人会应 会进入主的国度 享受主的恩爱 求主要照顾 我们所站起的国家 帮战经约你的人 所做的工 会顺利 会形容 求主金子五安 会作为 让黑暗的感受 每一趟成功 每一趟海人 求主你自己 奉行福音的生光 在这个国家 让很多人愿意 在港大 在队楼上 在厨内 在达尾 将救世的福音共团 让这个国家 有可能转向 听我们的 求主耶稣基督 禁止写读 生命的生光 禁止写读 生光的人 会感受 求主 让你自己的福音生光 在这个台队的顶面 会显出 你的影响 现在你的百姓 安静自己的心 要聆听主的悔悟 管主将 真理生言修术 主啊 请说 博人 经听 向主耶稣基督 的名字基督 阿们 阿们 问候我们各位 亲爱的弟兄姐妹 平安 I greet you all peace brothers and sisters 也问候我们 在网上一起 敬拜上帝的 弟兄姐妹 平安 We also greet those who are worshiping with us online 感谢上帝 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We thank the Lord that we have such an opportunity 我们可以一起 唱诗歌赞美他 That we can sing songs and worship him together 我们可以一起 向他来祷告 We can pray to him 我们也可以聆听 他所赐给我们的 宝贵话语 And we can also listen to the precious word he has for us 有的时候 人们会有这样的疑问 Very often people ask this 既然已经有新约 要旧约干什么呢 If there's a new testament what's the old one for 新的不比旧的更好吗 Is not the new better than the old 但其实啊 旧约圣经 也同样重要 But then the old testament bible is equally important 因为整本圣经 都是上帝 给我们的启示 Because the whole bible is God's revelation to us 今天呢 我们要跟大家 一起来看 创世纪的 三十七和三十八章 And today we're looking at Genesis chapters 37-38 我们盼望 透过这两章的经文 We pray that through these two chapters of scripture 透过有关 犹大的故事 And then through the story of Judah 让我们明白 耶稣基督 在今天 对我们 有怎样的心意 让我们一起 先来低头祷告 Let us please come and pray together 亲爱的主耶稣 Dear Lord Jesus Christ 我们感谢 你和我们同在 We thank you that you are with us 我们确信 此时此刻 你就在我们当中 We believe firmly that you are now present 我们恢求你的圣灵 光照弟兄姐妹的生命 We pray that the Holy Spirit shines into the lives of all of us 使我们可以明白 上帝的话语 that we may understand the word of God 并且可以照着 尊行 And that we may live accordingly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We pray through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 Amen Cuang世纪的 37章 很重要 Genesis chapter 37 is very important 因为在这一章当中 记载了 雅各家 所发生的一件大事 Because it records something very significant that happened in the house of Jacob 我们来看 Let's look 创世纪37章的 一开始这样说 雅各住在他父亲 寄居的地方 就是迦南地 雅各的历史记在下面 约瑟17岁的时候 与他的哥哥们 一同牧羊 他是个孩童 与他父亲的妾 辟拉和西帕的种子 藏在一起 约瑟把他们的恶行 报给父亲 以色列爱约瑟 过于爱其他的儿子 因为约瑟 是他年老时生的 他给约瑟 做了一件彩色长衣 约瑟的哥哥们 见父亲爱约瑟 过于爱他们 就恨约瑟 不能与他 和和气气的说话 我们透过之前的经文 已经看到 利亚的孩子 和拉杰的孩子 在雅各的心中的地位 可是完全不一样 因此在很早的经文 我们就发现 在雅各的家中 其实已经埋下了 兄弟不和的种子 因此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问题 更加明显了 约瑟是这样的 被爸爸宠爱 爸爸特别为他 预备了一件彩色的长衣 在爸爸的眼中 约瑟一眼就看到了 因为他穿着 漂亮彩色的衣服 很远就可以看到他 但是很大的问题 也出在这里 在约瑟哥哥们的眼中 他们更加的 不喜欢约瑟 他们不能和他 和和气气的说话 甚至他们的心中 动起了 要除掉这个弟弟的意念 有一次 约瑟的哥哥们 他们在很远的地方放羊 雅各就对约瑟说 去看看你的哥哥们 去看看那些羊群 然后回来告诉我 他们怎么样 而当约瑟的哥哥们 远远地看见他 趁他还没有走近 大家就谋害他 要把他杀死 他们彼此说 看哪 那个做梦的人来了 来吧 我们把他杀了 丢在一个枯井里 就说有猛兽把他吃了 我们要看看 他的梦将来怎么样 约瑟到了哥哥们那里 他们就脱去他的外衣 就是他穿在身上那件彩衣 他们拿住约瑟 把他丢在枯井里 那井是空的 里面没有水 所以我们发现 约瑟远远地向他的哥哥们走来 哥哥们远远地看到 这个穿着彩衣的 令人讨厌的弟弟来了 他们已经心中有想法了 这是一个好机会 因为爸爸现在离我们非常远 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把他除掉 没有人知道 我们就把他扔到枯井里面 然后就对爸爸说 哎呀 实在是不好意思 哎呀 你的儿子被野兽吞吃了 他们在这样想 还没有付诸行动 他们先把这个令人讨厌的弟弟丢在枯井里面 约瑟在枯井里 他的性命就掌握在上面的这一群哥哥的手中 his life was at the mercy of a small assembly of brothers above the pit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圣经这样说 他们坐下吃饭 举目观看 见有一群以食马利人从基里来 他们的骆驼 载着香料 乳香和默药 要带下埃及去 犹大对他的众弟兄说 我们杀了我们的兄弟 把他的血隐藏起来 究竟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不如把他卖给以食马利人 不要下手害他 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 我们的骨肉 众兄弟就听从了他 有些米店的商人经过那里 约瑟的哥哥们就把约瑟 从枯井里拉上来 以二十块银子 把他卖给以食马利人 以食马利人就把约瑟 带去埃及了 所以当约瑟在枯井里面的时候 在上面的哥哥们还在想 要怎么做 这个时候呢 犹大就讲话了 犹大说 我们如果害死弟弟 有什么好处呢 他说 如果我们害死弟弟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我们害死弟弟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不是手上不就沾了他的血吗 我们不是手上不就沾了他的血吗 我们可以这样做 我们可以这样做 我们可以把它卖掉 让他成为奴隶 让他自生自灭 我们还可以跟父亲说 我们还可以跟父亲说 你的儿子被野兽撕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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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可是没有伸手害他呀 但是我们可是没有伸手害他呀 we didn't harm him ourselves 至于约瑟怎么样 就让他自己去面对吧 whatever happens to Joseph let him deal with it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brothers and sisters you know 在犹大所说的这段话当中 in what Judah said 有一句话是非常的诡诈 也非常的残忍 there is a line that is very harsh and very sinister 他这样说 he said this 大家注意看二十七节这样说 我们不如把它卖给以时马利人 不要下手害它 因为它是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骨肉 如果是弟兄 如果是骨肉 我们可以把它卖掉吗 wow look at this he is our brother our own flesh and you're selling him 想想看 如果约瑟是我的弟兄 我的骨肉 我看他是我的兄弟 我能够把它卖掉吗 think about it if Joseph were my brother my own flesh can I sell him to others 我不是应该保护他 我不是应该保护他 照顾他 并让他平平安安地 回到父亲那里去 and am I not supposed to protect him keep him safe and bring him back to my father in one piece mai yu e s e de 这个想法 是犹大提出来的 you see Judah had this idea sell joseph 但是犹大却用了一句漂亮的话 把这个诡计包装起来 but then Judah used very intimate terms to package his evil deed 他是我们的兄弟 he is our brother 他是我们的骨肉 he is our own flesh 不要杀他 let's not kill him 把他卖掉 let's sell him 犹大的这句话 当然让众弟兄很高兴 of course this word pleased the brothers 对于父亲来说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as for the father he didn't know what's going on 我们可以骗他 说约瑟被野兽杀害了 we can lie to him telling a story about wild beast killing his son 对于约瑟来说 他被卖为奴隶 前面的路是凶多吉少 and then as for Joseph he will be sold he will have a tough life ahead of him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可没有伸手 hide弟兄啊 and as for us we did not harm him with our own hands 我们只是把他卖掉 we just sold him 以后他如果真的遇害了 and then one day if he were harmed 那是害他的人做的 well it's somebody else 我们可没有杀害他 not us so you see this very evil mind of Judah 而且犹大的这个诡计 却用一句 他是我们的骨肉 他是我们的兄弟 包装起来了 and this evil thought was packaged with very friendly words 在犹大的身上 in Judah we see 我们也看到 我们自己 we see ourselves 当时的犹大 或许没有意识到 他自己的问题 maybe Judah did not see that he is a problem himself 但是上帝知晓一切 but God knows everything 很多的人 很多的基督徒 曾经也不认为 自己是一个罪人 many people even Christians did not once upon a time realize that he is a sinner danshi yye su 基督的恩典 quire 在我们还不认识 他的时候 就临到我们 but the grace of Christ is such that even before we know him it came upon us first 我们越多认识耶稣 我们越多明白圣经 就越认识 我们是何等的罪 the more we know Jesus the more we know biblical teachings the more we realize that we are sinful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要拯救 他的百姓 脱离罪 Christ came into the world to redeem his people from their sins 耶稣基督 不仅传讲 天国的福音 not only did he preach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耶稣基督 他自己 就是我们的福音 but he himself is the gospel itself good news 耶稣基督 不仅 为跟随 他的人 祷告 not only did he pray for those who follow him 他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 流出 宝血 he died on the cross shed his blood for us 每当我们 意识到 我们自己的 亏欠和罪 every time we think of our sins and our shortcomings 我们到耶稣的 面前 请求他的 求他的饶恕 and we come before the lord jesus christ seeking pardon from him 我们总是 遇到那一位 慈爱的主 愿意赦免 我们一切 罪孽的主 and always you meet the compassionate savier who's always ready to forgive 耶稣基督 是我们生命的光 jesus is the light of our life 他是我们 每一次 软弱跌倒 但是又可以 站起来的力量 he is the strength that enables us to stand up every time we fall 在犹大的身上 我们看到自己 in judah we see ourselves 我们感谢主耶稣 他是那一位 赦免我们 罪的主耶稣 and we are grateful to the lord jesus christ for he is the savior who forgives 创世纪的三十七章 非常的重要 genesis 37 is very important 因为在这一章当中 雅各的家破碎了 because in this chapter we see the breaking apart of jacob's household 雅各的心 也碎了 jacob's heart was broken as well 他没有想到 十七岁的 约瑟 离开他 he did not expect that 17 year old joseph will leave 不仅仅是 离开了几天 或者一两个月 it's not just leaving for a few days for maybe two months 离开了几十年 but then they were separated for many many years 而这也是 约瑟苦难的开始 and this is also the beginning of the troubles of joseph 在我们进入到 创世纪的 三十八章之前 before we enter into chapter 38 我们先简单 让大家看一看 创世纪 三十七 三十八和 三十九章 都在讲什么 let's look at what chapters 37 38 39 are talking about 在创世纪的 三十七章 讲到约瑟 他被卖掉了 chapter 37 joseph was sold 而我们也知道 他被卖到了 埃及 we know that he was sold to egypt 在创世纪的 三十九章 就讲到 他在埃及 所发生的事情 in chapter 39 talks about what happened to joseph in egypt sirhu创世纪的 三十七章 和三十九章 是连贯的 you see 37 and 39 they're consecutive 但是 创世纪的 三十八章 在讲什么呢 but what about chapter 38 what's it about 当你在读圣经 的时候 你会发现 when you read the bible you'll realize 创世纪的 三十八章 sirhu 特别 把人们的 视线 转移 in chapter 38 our attention is diverted 不再告诉我们 约瑟 接下来发生什么 is not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joseph account 而是让我们看 这一位 犹大 他家中 所发生的事 but now it's talking about what happened to judah 就是那一位 想出了诡计 把约瑟 卖掉的 犹大 and that judah is that brother who started of selling joseph 创世纪的三十八章 讲到 犹大的家 chapter 38 is about the family of judah 让我们先 简单来看一看 他的家 有哪些人 let's look at some people within his family 犹大 有三个儿子 judah had three sons 一开始 他有三个儿子 he's got three sons 大的呢 叫儿 儿 is the eldest 然后他还有 老二 叫做儿男 onan was the second 然后最小的呢 叫做儿啦 the youngest sheila 他为他的老大儿子 儿 娶了一个媳妇 and so he got a wife for his eldest 儿 他的名字 就叫 tama her name was tama 我们创世纪 三十八章的经文 所描述的故事 就发生在 犹大的家中 and what happened in chapter 38 is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in the household of Judah 我们来看圣经 怎么说 let's look at what the bible has to say 创世纪的三十八章 第六节 犹大为自己的 长子儿 取妻 名叫 tama 犹大的长子儿 在耶和华眼中 是个恶人 所以 耶和华 取去 他的性命 于是 犹大 对儿男说 你去 与你哥哥的 妻子亲近 向他 尽你 做弟弟的 本分 替你的 哥哥 利后 儿男 知道 生下来的 孩子 不会归自己 所以 每一次 与哥哥 妻子亲近的时候 都已经在地上 免得 替自己的 哥哥 利后 儿男 所做的 在耶和华眼中 是件恶事 所以 耶和华 也取去 他的性命 于是 犹大 对他的 媳妇 tama说 你回到 你父亲家里 去守寡 等我的儿子 士拉 长大 因为他心想 恐怕 士拉 也像 他两个 哥哥 一样 死去 tama 就回去 住在 他父亲 的家里 在这一段 经文所 记载的 内容 给我们 很多 现今的 读者 带来一个 非常大的 文化冲击 这一段 经文所 记载的 内容 我们会在 读的时候 觉得 什么 怎么会有 这样的 事情发生 就好像 曾经在 中国 有 磕头 的文化 人们见到 皇上 要磕头 磕头 when you meet the emperor you bow your head to the ground 领受圣旨 的时候 要磕头 when you receive a decree you do the same 在过年的 时候 晚辈先 向长辈 磕头 when we have the new year season the younger would 磕头 to the elder 长辈 给晚辈 压岁钱 在当代的 西方 看来 磕头 似乎 也是一种 很难 被接受的 文化 同样是人 凭什么 一个人 要双膝 跪下 向另外 一个人 磕头 你 你 knock my head on the ground 在这一段 经文当中 同样也有 当时的 文化 被子 如果哥哥 娶了 妻子 但是 还没有 后代的 情况下 哥哥就 过世了 but he dies before he had a child 弟弟 要 娶 哥哥的 遗孫 不是伦理的 问题 而是为了 让哥哥 能够有 后代 所以哥哥的 名字 不会 从此 就消失了 这也是为了 能够让哥哥的 名字 可以延续下去 在生命记的 二十五章 有一段 类似的记载 弟兄住在一起 他们中间 如果有一个 死了 没有留下 死者的 妻子 就不可 出嫁外人 他丈夫的 兄弟 要向他 尽兄弟的 本分 娶他为妻 和他同房 他所生的 长子 要归 王兄的 名下 免得 他的名字 从以色列中 被 涂抹 所以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当弟弟娶 哥哥的 妻子 为的是 能够让 哥哥 有后人 对于我们来说 这似乎是一个 不太容易 接受的文化 不过 从圣经当中 你看到 在 他妈所处的 那个时代 那是一个 可以被 广泛 接受的文化 不仅 犹大 是这样 吩咐 他妈的 说 你先 回到 你父亲家 去守寡 go home to your father first 等我 最小的 儿子 世拉 长大 再娶你 而且 他妈 自己 也认为 这是一个 可以 接受的 方式 我们再来看 犹大的家 一开始 他有三个儿子 但是 儿 死了 于是 犹大就说 俄南 你要去 尽弟弟的 本分 为你的 哥哥 要留一个 后代 但是 但是 俄南 在 耶和华眼中 看为 是一个 恶人 所以 俄南 也死了 这个时候 犹大的 心里面 已经不再 那么平静了 他表面上 对他妈说 你先去 回你的 父家 Outwardly he said to 他妈 Go home to your parents first 你先 继续守寡 And be a widow for a while 等我的 儿子 世拉 长大 Let's wait for my son 希拉 to grow up 但事实上 犹大 并不是 这么想 But then in his heart Judah was not thinking that direction 你不要忘记 这一位 犹大 在创世纪的 三十七章 是一个 怎样的人 Don't forget what kind of a person Judah was in chapter 37 他出了诡计 卖掉了父亲 所爱的 约瑟 也是他自己 He proposed a wicked plan to get rid of the son of Jacob Joseph 对于他来说 卖掉弟弟 一箭三雕 And he thought that by selling our brother We dealt with three things 父亲 可以骗得过 We can lie to our father 约瑟 可以除掉 We can get rid of Joseph 我们的手上 没有沾血 And our hands are clean 当到了 创世纪的 三十八章 And then you come to chapter 38 当看到 他自己的 孩子的时候 Now you see him dealing with his own sons 犹大的心 可不是这么想的 Of course Judah was not thinking what he was saying 犹大并不 愿意 把 士拉 给他嘛 Judah actually did not want to give Shellah to Tamar 他不愿意 自己的 小儿子 士拉 去娶 他嘛 He is unwilling for his youngest son to wed Tamar 我们来看 圣经 告诉我们 接下来的故事 Let's continue with the holy scriptures 过了 过了很多日子 犹大的妻子 舒亚的女儿 死了 守丧的时间过了 犹大就和他的朋友 亚杜兰人 希拉 上廷拿去 到替他捡羊群 到替他羊群捡毛的人那里 有人告诉他嘛说 你的公公 现在上廷拿去捡羊毛 他马剑士拉已经长大 还没有娶他为妻 就脱去守寡的衣服 用帕子蒙脸 遮蔽自己 坐在亭拿路上 依拿印的城门口 犹大看见他 以为他是个妓女 因为他蒙着脸 犹大就过到他那边说 来吧 让我与你亲近 原来他不知道 他是自己的媳妇 他马说 你与我亲近 要给我什么呢 犹大说 我从羊群中 拿一只小山羊给你 他马说 在你没有送来以前 你可以留些东西 作为保证吗 犹大问 你要我给你什么 做保证呢 他马回答 你的印戒 连同印的袋子 以及你手里的杖 他马就给了他 与他亲近 犹大就给了他 与他亲近 他就从犹大怀了孕 他马起来走了 脱去帕子 再穿上守寡的衣服 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犹大的妻子过世了 这是很久之后 所发生的事情 受伤的日子过了之后 犹大一点也不隐瞒 他自己心中的想法 Juda did not cover what he was thinking secretly anymore 他看到这个女人 he saw this woman 他不知道 这是他的媳妇 not realizing that's the daughter-in-law 他以为 这是一个妓女 thought it was a harlot 所以他直接 就走过去 and so he walked over 我想亲近 I want to be with you 这个时候 他马就说 and so Tamar said 你可以给我什么 what can you give me 在后来 犹大给他马的 这三样物品 and so Judah gave three items to her 就是他的印戒 袋子和手杖 the signet 第二是什么 袋子 the signet the cord and the staff 其实在当时 有着特别的含义 Now these are all significant items 相当于今天 我们的驾驶证 it's like today's driving license 你的信用卡 your credit card 和你的汽车钥匙 and then the keys to your car 这些让别人知道 他证明这是你 and so these are your items they identify you 这是你自己 私人的物品 these are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对于犹大来说 for Judah 把这些给个妓女 没关系 it's okay to give these important items to a harlot 反正 我等一下 会把这个羊 送过来 再把我的东西 拿走 anyway I'm gonna bring the payment later on an animal and then get these things back 圣经用了 三个动词 and three verbs we find in the bible 犹大给了她 Judah gave them to her 与她亲近 went in to her 他就从犹大 怀了运 and so there was conception 这三个动词 让我们看到 these three verbs tell us 对于犹大来说 for Judah 找一个妓女 并和她发生关系 是一件 非常随意的事情 looking for a harlot hooking up is something you just do 可是我们都知道 But we all know Tamar为了 能够给自己 过世的丈夫 有后代 Tamar was wanting to have his husband's line continue 他听了公公的话 在自己的父亲 家中守管 很多很多 He listened to his father-in-law went home stayed herself a widow a long time 但是对于 犹大来说 But then for Judah 守桑的日子过了 我想做什么 Days of mourning are gone So what? 我可以去找妓女 I can go find a harlot 我可以把这些东西 给她 I can give this precious item to her 等一下 我用一只小羊 把它赎回来 就行了 And then afterwards I come to pay and get these things back 我们继续来看圣经 Let's continue 犹大托自己的朋友 亚渡兰人 把一只小山羊送过去 要从那女人手中 取回保证物 却找不着她 希拉问那地方的人说 伊拿印路旁的妓女 在哪里呢 他们回答 这里是没有妓女的 那人回去见犹大说 我们找不着她 并且那地方的人都说 这里是没有妓女的 犹大说 那些东西 任她拿去吧 免得我们被人吃笑 我已经把这小山羊 送过去了 可是你却找不着她 对于犹大来说 For Judah 和妓女发生关系 是小事情 To have intercourse with a harlot is no big deal 自己的这些东西 被拿走了 也是小事情 Even if I lose these three important items no big deal 不要被人吃笑 是大事情 You know what's a big deal Not be a laughing stock to everyone 所以那些东西 被她拿久 就拿走吧 免得我们被人吃笑 So if we lose those things Let it be Less we be a laughing stock 可是犹大 没有想到的是 What Judah did not think of was 他不希望被人嘲笑 He didn't want to be laughed at 三个月之后 所发生的事情 After three months 却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 What happened to him was a turning point 我们继续来看 Let's continue 大约过了三个月 有人告诉犹大说 你的媳妇 Tama 做了妓女 并且因此怀了孕 犹大说 把她拉出来 烧死她 Tama 被拉出来的时候 派人去见 他的公公说 这些东西是谁的 我就是从谁怀了孕 他又说 请你认一认 这印件 印的袋子和手杖 是谁的 犹大认出那些东西 就说 他比我更有益 因为我没有把他 给我的儿子 施拉为妻 从此 犹大就不再 与他亲近了 我们刚才所读到的 这段故事 是整个故事的高潮 因为有人发现 Tama 明明穿着 做寡妇的衣服 怎么肚子越来越大 于是这些人 就来跟犹大说 你的儿媳妇 行了奸淫 而且还怀孕了 And so they came reported to the father-in-law Juda and says Your daughter-in-law has committed adultery Now she's pregnant 实在没有想到 犹大的回答 是如此的冷漠和残忍 Not realizing How cold and harsh The response of Judah was Yuda said 把它拉出来 烧死 Juda says Take her out Burn her to death 对于犹大来说 Tama死了 就死了嘛 For Judah 他妈死了 对于我和我的家 一点影响也没有啊 他妈死了 我的小儿子是他 就不用再娶他了吗 所以你听到犹大的话 两个动词 拖出来 你看到犹大是何等的 一个铁石心肠的人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妈被拖出来的时候 他派人把这三样东西 送到了犹大面前 而犹大看到了 他的印记 袋子和手杖 他妈派人来跟他说 我是从这个人怀孕 就算是刑监赢 刑监赢的是两个人 如果要烧死的话 为什么只烧死女人呢 人们往往看到的是女人 因为女人的肚子大了 while people saw 他妈派人 然而 当他妈把这三件物品 摆在犹大面前的时候 犹大没有办法否认 and so when Tamar presented these three identifying items Judah could not deny 犹大说 他比我更有益 因为我没有把他 给我的儿子 施拉为期 按照当时的文化 按照公公的吩咐 according to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father-in-law 他妈穿着 做寡妇的衣服 在父亲家中 Tamar took on the widow's clothes and stayed with his father's house 他等呀 他等呀 she waited she waited 然而犹大 却不一样 and then Judah wow it's different 他想要找妓女 就可以找 he was looking for a harlot he found one 他想要付什么 就可以付给对方 he wants to pay he can give a pledge 他想要骗 他妈说 等我儿子 施拉长大 再娶你 他也可以骗 she lied to Tamar saying until my son grows up and he lied 事实上是 我可以找妓女 the reality is I can get a harlot if I like 施拉绝对 不会娶你 but Sheila will never marry you 你肚子大了 就该被烧死 now your tummy's big you deserve death 看到眼前 这一些证物 犹大的生命 被上帝出动 seeing these three items suddenly he changed 犹大承认 Tamar 比我 更有益 he admitted she is more righteous than I 从此 犹大 不再 与他妈亲近 and then from that time forward he did not sleep with her again 犹大是一个 怎么样的人呢 what kind of person is Judah 他曾经 非常的诡诈 he was very shrewd 他卖掉 地地 而且用一个漂亮的画 把它包装起来 he sold his brother and gave a nice account of it 他是一个好色之徒 想找妓女 就去找妓女 he wanted sex get a harlot no big deal 毫不避讳 自己这样 错误的行为 he covered up his evil deed 他也是一个 铁石心肠的人 he was also a very merciless person 当别人告诉他 Tamar 怀孕了 他的话 只有一句 when somebody says well your daughter-in-law is pregnant he said 脱出来 烧死他 take her out burn her 这样的一个人 上帝依然 怜悯他 such a person yet the Lord showed mercy to him 这样的一个人 上帝依然 给他有悔改的机会 such a person yet there is room for repentance before the Lord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 同样丰盛的恩典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in our own lives we see the abundant grace of Christ upon us 我们并没有 在一信耶稣的时候 就被取走生命 before we became a Christian our life was not taken away 上帝让我们 继续生活 在这个世界当中 the Lord allowed us to continue to live in this world 因为我们 可以为主而活 because we can live for the Lord 耶稣基督 早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做工 long ago he's been working in your life 使我们可以 荣耀他 that we may glorify him 我们生命当中 任何一点的改变 whatever change that happens in life in abundance 犹大不仅 承认 自己的错 Judah did not just confess his fault 他改变自己的行为 不再亲近他嘛 he changed his behavior no more relationship with her 甚至在后来的经文当中 你会看到 in fact in later scripture you'll realize that 犹大的心 被上帝柔软 Judah's heart was softened by the Lord 为了保护 他最小的弟弟 Benyamin because he protected his son his youngest brother Benyamin 为了不让 自己年迈的父亲 再一次心痛 so that the father who's in old age need not suffer 甚至犹大 愿意牺牲他自己 in fact Judah was ready to sacrifice himself 在犹大的生命当中 你会看到 上帝的伟大作为 in the life of Judah you see the great work of God 上帝更新了 一个人的生命 God renewed a person's life 有的人认为 既然耶稣赦免 我们的过犯 some people thought that since Jesus has forgiven our faults 所以啊 那些还没有 信耶稣的人 他们才需要耶稣 and so only those who don't know Jesus need Jesus now 既然我已经信主了 since I'm a Christian now I believe in the Lord 就不要对我有 太多的要求 so don't expect too much of me 也有一些人认为 既然是耶稣 更新了 你们的人生 sometimes he will always some people also think since Jesus has renewed your life 那么你们去教会 就好了 then you go to church that's good 我不太需要 跟耶稣有什么关系 I don't need to be connected to Christ 但事实却是 所有的人 都需要福音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everyone needs the gospel 所有人都应该来信耶稣 all people must come to the Lord Jesus Christ 以前中国的古话说 江山一改 秉性难移 in China there is a saying from old times that says a mountain is difficult to move but a person's character is even more difficult to change 这句话 有一定的道理 of course there is some reason in this 因为很多的人 都见证了 人性是多么难以 被改变 because many people have witnessed that human nature character is difficult to transform 但是在犹大的身上 你能够看到 上帝的大能 but then in the life of Judah you see the great power of God 他能够使犹大 成为一个温柔的 有爱心的 愿意认罪的人 他能够使犹大成为 一个温柔的 我们每一天 都是见证耶稣的 每一天 我们的每一天 也都是彰显耶稣 可以使人们 看到耶稣的 那一天 每一次我们得胜仇敌的 试探和诡计 都是靠着 耶稣基督的 十字架 所以我们活着 是为了主耶稣 使得将来有一天 当我们离开 这个世界的时候 是为了让 他的故事 不是我的故事 而是他的故事 让他的故事 可以激励后来的人 Let his story sustain generations to come 我们亚伯金 回应时的时钟 有一个简单的报告 我们昨年在 听好在基督 求主向我们 交会这个 理动的团队 乎着理动的信仰 因为几年前 我们的丹目书牛 提供了 所以主听到 我们的基督 就接见 海力团队 交到我们的中间 他在那边 我请他站起来 让我们大家认识 感谢主 海力团队 他自己有三个人 他在非礼宾的 这间真有名 的信仰金 他设立了 在教育 和生肯定 真有负担 主接见 他交到我们的中间 我们也感谢主 现在我们大家 参加起立 我们要来 进回应时 我们的回应时 你会进行 你的胖 なく 眼督 在干支 上 明晒 水 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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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